8月12日,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记者会,谴责极少数暴徒在8月11日晚间,在长沙湾警署、监察罪警署弯在警察总部等地向警察投掷汽油弹的行为,事件导致有警员被烧伤。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,面对极端暴力行为,相信社会都同意要严厉谴责。 任何为香港社会着想的市民都不应该破坏法治,他呼吁市民应爱弃香港。 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,警方已表明反对8月11日深水部和港岛的两个游行申请,但示威者并未遵从,甚至进行堵路。 他又称,近日有极度暴力倾向人士持有危险性武器,用汽油弹等武器攻击警方,有警员被烧伤入院。 警方过去也收到各种攻击性武器,情况令人担心。 你想想一下警方受尽的襲击是多么暴力性,刚才我说,有汽油弹,这些是可以烧死人的,有用铁株去弹,这个制造严重的伤害。 有违偶警察的,大家看到的,警方希望去针对的,刚才我们也有说,是一批有极度暴力倾向的人士。 这一批人士呢,要拘捕他们是警方的责任的,因为这个是暴力的源头。 8月12日,大批示威者全面瘫痪香港国际机场运作,对此特区政府表示,这场公众集会没有得到政府批准,希望示威者尽快离开。 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,有人以表达意见为名,影响机场运作,将令香港付出沉重代价。 事件严重影响大雨山的交通,机场已全面停顿,所有航班全面取消。 陈帆指出,香港每日有20万旅客进出,停运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计。 香港有80万从事贸易及物流等行业的市民的生计,与机场息息相关。 他强调国际机场对香港的长远发展,担当重要角色,成就得来不易。 在东冲区域有超过10万名的市民居住。 今天的骚扰是令到整个北大雨山高速公路受到严重的阻塞。 由东冲以至机场都排满了车辆,东冲居民出入受到严重的影响。 区内、航空、运输的竞争是异常剧烈。 我们能够有今天的成就,是经过很多年香港人的打拼而得分。 失去是相当容易,但要重建是非常困难。 张建宗、李家超和陈帆均呼吁集会人士尽快离开机场, 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,特区政府才会重开机场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